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秘籍学会马上就可以多背几个单字了 首先马上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字首是in的 in这个字首要表达否定的时候 通常是放在名词或者是形容词的前面 它就是表示不怎么样的 比方说expensive 这个形容词是形容昂贵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字首加上in 它就变成了in expensive 就表示不贵的 其他还有像是incorrect 不正确的错误的 或者是像有一些超级英雄的能力 invisible 不可视的 看不到的 也就是隐形的 in就是我们的第一种用法 第二种用法是non non non non这个字首一样常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前面 一样是表示否定 但是它很常表示的是无 OK 没有这个东西 不含什么东西 比方说sense sense这个单词就是理字的意思 所以呢如果我们说nonsense 就是讲这件事情是无理的 或者是呢像你有看到这个标识 它可能会写non alcoholic 五酒精等 OK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用法咯 再来咯 我们要看到的是dis d-i-s 这个字首喔 它很常呢 会看到是出现在名词 动词 形容词前面都有可能咯 很常见的字啊 像是这个disagree OK 不同意 或者是呢 像是appear这个动词 appear就是出现咯 那如果我们把dis加在字首 disagree 就是不见了 消失了 还有呢 cover cover这个字就是把什么东西给盖起来了 那如果discover呢 就是呢 把这个盖子 把这个东西给掀开了 所以呢 也就引申为发现的意思咯 再来呢 还有什么字首呢 un也是呢 这个否定的字首咯 un呢 表示否定呢 它常放在这个动词 副词 或者是形容词前面都可以 很多呢 像是这个untrue OK 不真实的 uncomfortable 不安的 不自在的 不舒服的 因为呢comfortable 这个形容词 就是形容舒适的 所以uncomfortable 把前面呢 加上un 就是否定 不舒服的 不舒服的 够简单了吧 最后呢我们再来补充一个 都是否定 但是意思不一样 那就是呢unlike跟dislike dislike呢意思是不喜欢哦 我不喜欢这个东西dislike 但是呢unlike则是呢不像 ok跟这个东西不一样 两个东西不像 ok都是呢接在like前面 但是因为他们词性不同 意思也就不同 所以啊只学聚首哦 这个字首呢是不够不够 还是呢要认真的背单字啦 不降派 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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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